一幅幅记录家义在地的风土人情画 四位画家用画笔挥洒出四季色彩的变化 热闹的街景以及童年的美好记忆 和充满大自然生命力的家乡味 作品渐渐精彩 这一次陆草写生会是从玉山 最高的台湾精神玉山画到海边去 为了要祭念我妈妈 所以我画我们乡村自己小时候的回忆 是那种在晒谷的场景 阿里山的日出 还有我们家义人的情笨 那还有我们在地的石火文化 这是代表我们整个家义人的精神 这一幅家义公园 因为它有历史文化 还有我的小时候的回忆 这样子 然后这一幅100号 是我第一次创作这么大一幅 然后得到很好的回想 所以我想特别介绍这一幅给大家 十年前画家郑炳黄 有感于家乡人物景色 正逐渐衰老颓败 便决定返乡 用画笔留下故乡的一景一物 因缘际会和一群画友 筹组陆草写生会 每月借由写生 深入乡村田野间 陈旧一幅幅独具特色的画作 全国寻回自己的五十回顾展之后 就觉得说应该回故乡 成立陆草写生会 让自己的家乡 慢慢能够就是在这个艺术上 留一个名字 一群热爱写生的好友 花了十年时间 终于圆梦 目前三加一写生区画展 正在嘉义市文化艺朗展出 喜爱艺文的朋友 可以前来欣赏 与他们共同分享十年幸福滋味 新唐人亚太电视方亚贤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